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习近平选了一个对大陆交通不方便 对于马祖人民难以到达的地方建了一个机场 纯属一厢情愿 没有做过任何科学的调查和讨论 这个跟习近平搞雄安新区 一带一路等等烂尾工程是一样的 但这里面也透露出习近平几十年不改的初心就是要统一台湾 今天讲这个故事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共对台湾的野心和威胁 对于台湾各参选政党来说 总体上国民党是很多人是比较亲中的 确切的说是亲共 当然也有些反共的人 民进党是总体上来说比较亲美 但是又主张去中国化 而柯文哲说不向美中任何一方倾斜 强国等聚等等 但实际情况如何 我们今天请来了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的博士 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陈晓农先生 陈博士在中国大陆期间曾经担任过国家提改委所属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有很多的接触 也深谙中共的各种阴谋策略 我是从中国大陆然后到美国来 所以我们在谈到台海问题上都是有一定的距离感 所以我们作为一些关注台海的人士 就今天谈一些我们的看法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的请来了陈博士 可以请教一下台湾这边的两岸的政策 陈博士你好 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博士 台湾自从解研和开放选举之后 已经变成了一个民主政体 两岸关系是统是独 已经不再是某一个政党或者总统能够决定的 而是必须倾听民意 目前民意基本上都是愿意维持现状 但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现状到底是由谁来定义的 像中华民国宪法 其中的固有疆域是包括中国大陆的 1990年增修宪法条文 区分了自由地区就是台澎金马和大陆地区 然后李登辉执政期间 曾经通过一个国统纲领 提出过一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 将中共国和中华民国视为两个存在的政治实体 但是必谈主权归属的问题 希望将来能够追求终极统统一 所以就又启发了后来的务实外交 两国论 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等等 就是一系列的这些 就是有争议性的话题 那这一点的话 后来国统纲领又被陈水扁废除 所以想请教一下 你认为三个政党蓝白绿 各自认为的这个现状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先把这个白啊 柯文哲的这个这个政党啊 关于两岸关系 他的现状 柯文哲的一个明确的回答 叫做我假装不知道 就他为什么喜欢这么讲 我后边再解释 那既然他假装不知道 我就把它排除了 他都不知道了 我跟他谈什么呢 他也不肯明确的说出 任何他的立场 因为他两边的票都想捞 那么我接下来就来谈 这个蓝绿两党的 关于这个台海现状的 这个认知 刚才天亮你提到了 就是维持台海两岸现状 在台湾是多数人的共识 在大陆呢 其实谈不上民众参与的这个部分 因为民众没有发言权 那决策的是高层 那高层呢 说得非常明白 就您刚才提到了 中共 习近平 是认定了必须要统一台湾 也就是要把台湾吞掉 所以就不存在维持台海现状 那么反过来讲 从中共的立场和角度来讲 台湾不认 不接受统一 不愿意被中共吞并 就是所谓的台独 那么在蓝绿两党这边呢 中共的定义是说 绿营是坚持中华民国在台湾 和中共是互不隶属的 那么中共认为这叫台独 那么蓝银讲说 我们接受一个中国 但是我们有一中个表 就是一个中国的定义 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各自表述就行了 但问题是呢 这一中个表啊 马英九还揪着不放 但是习近平已经给彻底否定了 就是不存在那个什么 一中个表 没那个东西 就是一中一表 就是只能我说了算 我说要统一 你们没有 只有听话的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国民党 关于这个维持两人现状啊 里面有个很大的破口 就是说 你不肯放弃 对我还补充一句 就是对国民党内赞成 这个维持两岸现状的 就是台湾保持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的经济 也保持台湾的社会福利 那么中国按他那一套 当然台湾也无法过问 这叫维持两岸现状 那这个看法 虽然在台湾民众当中 占绝大多数 可是在中共眼里 有一个词叫做滑堵 就是你只要举起中华民国的旗子 那么你就是中华民国 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叫做搞两个中国 反正两个中国和台独 在中共那儿都算是独 就是你不被我吞并 你独立于我 你就是罪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民进党比较好处理 因为他的这个对中华民国的认知 就是台澎金马 也是维护台湾的 现在民族自由制度 那么国民党里边 关于这个一个中国 然后维持两岸现状 这个说法呢 其实也是很 在国民党内部 也是分歧甚大的 有一派我是看到 有几位代表 大概今年的春夏吧 在基隆市有一个国民党的 市议员还是立法委员 我忘了一个女的 他在和基隆市民争吵的时候 脱口而出 说你们要是 不听我们国民党的意见 那让共产党来统治你们好了 让共产党管你们好了 那么同样的话 我也看到过 国民党里面有人这样讲过 说换老共来也没差 我先不谈这个 老共到台湾统治的话 台湾还能活得好吗 我都不用什么 自由民主还在不在了 民主明明选民 还有没有投票权 你像现在台湾也有人提到说 今年的这次大选 选的不好就是最后一次大选 因为搞不好 换一个喜欢统一的政党 那就完了 就变成统一了 统一以后当然就没有选局了 那我就算我们不谈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啊 这个自由经济啊 就谈一个简单的问题 台湾人要就业能行吗 恐怕连就业都成问题了 原因就是中共现在是失业率高达大概 百分之二十多 那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可能高达百分之六十多 有两三千万大学生在中国找不到就业机会 如果两岸统一了台湾成了中国的一个省 那么大陆人跑到台湾来就业 那台湾人就别活了 都被击垮了 而且一旦两岸统一 台湾可能有一个由台湾人来担任的省长 这中共选出来的指定的 我想国民党里有不少人在做这个梦 准备接这个班 但是中共一定有个党委书记来管着他 绝不可能让一个台湾的人 甭管你是哪个党 哪怕你是国民党的深蓝 中共也不会放心 那么再也不谈这个 中共占领台湾以后 那国军啊 这个中华民国的整个的国家机器 中共都要清除的一干二经 然后政治清洗 政治洗脑 这我们也不谈 我就谈一个基本的问题 国民党内有很多 现在是退休的将军 领的是退休奉 他们在有人做一个梦啊 提出来说 中共统一了 我们现在这个退休奉 是几万台币一个月 那就将来就改领人民币了 那多好啊 人民币台币一比五啊 就台币五块钱 顶人民币一块钱 那么这样的话 我不是这个退休奉就翻五 乘以五 增加四倍了 那太漂亮了 这种白日梦啊 我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台湾还有人 那个蓝英里还有人性 对历史不了解你还是 不是 对现实不认知 这个我回头再讲 所谓现实不认知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省以后 法度能够台湾台独吗 就台湾独立的实行 自己的法治 中华民国的法治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 中华民国不是还是存在吗 那统一就失败了 所以对中共来讲 它是绝对要取消消灭中华民国的一切制度 当然也包括所有的规章 那自然退休奉也在排除之列 对到时候没有香港 所以那个时候退休奉就没有了 对 所以你现在领一个月领几万台币 甚至多的将军能领到十来万台币说不定 但是到时候您一个枣也领不着 为什么呢 国军原来是反共的军队呀 共产党可能优待曾经反共过的将军吗 就算了将军说我赞成统一 我也去中国好多次了 我也在中共那开过会 股过涨 对不起 中共要一刀切的 所以想领中共的退休凤是一毛钱都不会有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中共现在财政 整个经济缺钱缺到说 已经进入了财政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了 这种情况下 台湾要是被统一 今后中共长期陷入财政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台湾的财政要不要纳入中国财政部的管理 当然要要啊 这体现中共的主权呢 那那个时候中共要台湾做什么 绝不可能让台湾再维持原来的社会福利 而是说台湾的财政收入 至少要拿出几分之一给中国财政部上交 拿来干嘛呢 养共军 养共党 养中共在台湾的军队 和中共派到台湾来的干部 同时还要帮中共支撑一部分军费 再一个就是 中共一直在对美发动冷战 虽然习近平现在说短期内不会到台湾 但他没有说我永远不打 他还在扩军备战呢 现在军队的备战 作战准备训练全部瞄准台湾的 所以一旦中共要是 觉得他准备妥当了 那么中共后面有一句口号 我想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必须要记住 叫做攻台必攻美 这五个字请大家记住 这不是我编的 这是中共的外宣官媒 国家安全部原来办的那个多维新闻刊登的 说得很明白 为什么中共要挑衅美军 原因是他们认定 美军会支援台湾 就是假如台湾是要自主国防的话 美军会支援台湾 原因是美国希望维持东亚稳定 不要让东亚地区陷入中共挑起的战乱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共执意要占领台湾 那么又同时还要推进他的那个对外扩张 那台湾就成了中共的前进基地 那个时候国军可能是被解散了 剩下的兵可能被改编成解放军 接下来下一个任务就是 作为解放军台湾子弟 不是离开战场了 是被中共投入战场 二次大战的时候 台湾还是日本的属地 那个时候台湾就有很多年轻人 被日本征兵了 甚至也是被动员去 然后就上了战场 最远的是派到了澳大利亚那边去 然后战死的那也很多 我是真的不希望看到中共将来 能达到他的这个目标 否则的话 对台湾来讲是水深火热的灾难 讲到这里以后再回来 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现在他的这个 对两岸线上的定义 其实是最模糊的 就刚才讲了 柯文哲那个假装不知道 那就谈不上模糊了 他在这装糊涂 那么国民党呢 是心里明白 但是在装糊涂 他知道说 威胁台湾安全的是中国 但是他坚持要两岸一家亲 要坚持有一个统一的未来 那么这种想法本身 在国民党内其实也是有很多不同意见 很多对国民党的人不满 也是有这个原因的 尤其是对台湾的民众来讲 台湾民众以前都说有外省人本省人 这个界限现在越来越弱了 但是呢 国民党的这个就铁蓝的这一部分 这个坚定支持国民党的很多人呢 他们是实际上是因为1949年随着蒋介石 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 然后带过来党政军民各个部分 有大概一二百万人 那他们的后代到现在已经都是第三代了 那第三代很多人呢 有的因为通关啊等等关系 这个政党认同已经很不一样了 所以外省家庭出生的小孩 现在在竞选立法委员的 很多人其实是加入民进党都很正常 那边我注意到这个 现在代表民进党在竞选的立法委员的 一个叫吴征的年轻人 他就是外省家庭出生的 但他加入了太阳花雪云的 所以在国民党内啊 关于究竟要怎么样处理对中国的关系 其实是没有统一意见的 但是呢我刚才讲 因为统都没有出路 不管是统事独在国民党这边 其实都没有出路了已经 其实国民党啊 他的这个两岸关系现状之所以模糊 是因为国民党我讲的直率一点 就是国民党现在很背识 就命运不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国民党其实在马英九时代的时候 推进两岸的经贸 然后看到中国经济开始繁荣 他就觉得说 哎呀我这算总算棒上一个财大气粗的老大了 我们好歹也算是一家人 所以他对两岸一家亲这一点很认同的 那么台湾年轻人 有人相信这些 也跑到大陆去就学去求职 相信的也是中国 经济会持续繁荣下去 但是这是我现在要讲的台湾国民党被识的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办法正确的理性的认知 我讲的主要国民党的智库啊 还有他的政治人物 不是讲国民党的普通党员和支持者 因为支持者就是属于那种被他们忽悠的那种状态 就是中国的经济现在正在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 繁荣已经从中国消失了 对这咱们谈过前两天 对艰困才是今后中国的命运 所以那个大哥啊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这个时候你去抱他的粗腿 等于抱贝食货 因为他不定什么时候中共就维持不下去 就玩完了 我讲国民党被识的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是 由于国民党希望说依托中共 来保持自己在台湾的生存 那么他就在对美政策上就靠近中共 也因为这个原因 国民党的媒体 受国民党影响的青蓝的媒体呢 在报道中美关系上 经常有倾向性的报道 因为它试图影响台湾的舆论嘛 那么这个倾向报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和蓝营智库的人聊过 我发现说 我的最近啊不是以前 我发现说他们对中美冷战怎么被点燃的 这个事情一无所知 包括马英九本人也一无所知 国民党前主席一无所知 朱立伦县主席也一无所知 中美冷战被中共点燃以后 中美进入了长期的冷战式对抗状态 这种情况下台湾已经没有可以 在依托中共的空间了 因为如果说台湾一定要在这种国际关系背景下坚持 像国民党的那个把两岸从维持现状逐渐靠向 中共允许台湾保留中华民国等等等等 这不光是白日梦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前面其实已经点到了 就是说中共是会需要台湾做前进基地的这种情况下 台湾会被中共拉下水 拉到对美对抗的深水里去 台湾就没有任何安全可言 但是这一点本来是非常清晰的事情 但由于国民党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不愿意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现实 所以他们就故意的不去思考这个方面 其实我觉得中共原来在邓小平时代还提出过一国两制的方案 就是说大陆是大陆的台湾是台湾的 甚至可能允许台湾保留军队保留它的货币 那个时候可能主要是香港一国两制是给台湾做一个示范的 但是现在看到2020年的时候连这个样子都不装了 在香港当时是对学生的镇压 然后通过国安法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香港跟大陆的经济是深度融合 从2003年SARS之后深度融合 融合的结果现在就是香港变成一个金融遗址了 就连金融废墟都不算了 变成一个金融遗址 大量的钱出逃 香港也不断的这个金管局在抛美元 然后买港币去维持那个联系汇率 就感觉现在香港就是几乎变成一个没有任何前途 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方 如果两岸统一的话 当然就是说这就是那个2020年大选的时候 民进党的口号就是这个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 那现在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国民党不管是谁上台 或者是比如说柯文哲上台 他都没有办法去逆民意说 一定要跟中共这边统一 那么包括其实两党都曾经提到过 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不需要再宣布独立的 那么选谁不选谁 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同样都说我们不独立 那对于民进党来说的话 不独立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对于国民党来说的话 可能不宣布独立 一方面是安全的考虑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还有一个中华民国宪法 这个国统纲领等等 对他们这个长期以来 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印象不想打破 那就是他们一旦真的 能够执政之后呢 他们在这个两岸的政策方面的话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如何看待蓝营和绿营 这两个政党的这个对中国政策 虽然现在的选战当中 双方有政治攻防 那么你要看他的选举语言 但是这个选举语言也是 民进党这边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 是一以贯之的 国民党的政策可就是说 五花八门出尔反尔 今非昔比昔否经定 就是过去他自己否定的 现在又要肯定了 甚至最典型的就是台湾要不要国防 也就是落实到说国军的士兵 就义务兵征兵以后进入国军 他们需要服役多久 那么马英九是把这个服役期限改到最短 四个月他就差没改成四天了 四个月对 四个月呢在台湾的现实 就是兵到军营那头第一个月军纪的训练 接下来就是传统的那个烧膝离症 排队挣不走跑步 然后体能训练 接下来就是军事方面的技能 就来不及训练就该退伍了 因为三个月以后那些兵就开始琢磨着要回家了 哦 是 那这种兵能干什么呢 所以很多台湾的当四个月预期的兵回来以后都抱怨 说我们名义上说去保卫国家 结果我们就到军营里拔草去了 对其实我现在像这种职业军人 现在因为军队的这个科技 我讲的不是 我讲的不是 我知道您说的是义务兵 就是说其实现在军队里面 因为这个军事战争的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你这个没有职业军人长期的学习跟训练的话 根本就没法打仗的 这义务兵四个月什么都学不会 转了一圈就出来了等于是 对 所以蔡英文要延到一年是吧 对 然后接下来我就讲说 因为按军种来讲的话 海军空军是这个义务 志愿兵占多数 因为他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 绝不可能四个月你什么也学不了 要像培养一个飞行员十来年呢 那么这种情况下陆军是必须要有大量的义务兵 所以兵役制从四个月延长到一年 年轻人可能觉得有点压力 但是也有很多年轻人说 既然我们到军队里一年下来 我们好歹也学一点军用的技能 将来的话一旦保家卫国 我们还能够用上这些技能 那么我现在回过头来讲 就是国民党这个关于两岸关系的说法 在国防这一点上 最近已经出现过 就是过去好像我印象中是20天之内吧 国民党已经100...台湾叫法家湾 就180度掉头已经两回了 先是副总统候选人明确代表国民党提出来 我们当选一定要把兵役从一年至改为四个月 意思就是咱不要国防 我们的兵权都是台湾叫草莓兵 就我们就杀干嘛 然后意思是中共你来统一的时候 我们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了 但是后来发现说不行哎 这个玩意美国不喜欢 同时台湾的国民也不接受 说你们这样干的话 不等于把台湾给卖了吗 那为了选票 同样的一位副总统候选人 180度掉头回来说 哎我们现在要恢复一年了 还要给那个志愿兵加薪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什么问题 你不能够看他们这个嘴炮 就国民党候选人说的是什么 那不靠谱的 他能够在选举的两个星期之内 就180度掉一个头 而且不用道歉的 我过去讲的是对的 现在讲的也是对的 我现在讲的是否定 过去讲的没关系的 你们就当就迷信我就好了 这就是他们的政治动员 那么问题在对蓝营的两岸关系 到底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我是个人认为民进党这边很清楚 它的言和行是一致的 清晰的 一以贯之的 蓝营这边因为没有执政 已经8年了 所以他们现在是言行脱钩的 也就是说讲一套做一套 我就举一个例子 台湾有多少退降 包括他们的前退役辅导委员会 那个主委许立农将军 人家不也跑到中国去了吗 而且是很轻忠的立场 国民党处理过吧没有 国民党的退降当中 到中国接受统战的有一大批 那么最近还有出来一个 中共策反国军的一个中校飞行员 像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 那么另外一方面 国民党对党内这种 亲中的行为和活动 他从来没有制止过 换句话讲 国民党是容许这样做 甚至某种程度上 是在鼓励他们这样做 我讲的第一条 第二条 国民党在对两个关系上采取的是 自毁国防的方针 其中有一个现在正在竞选的立法委员 叫毛文军 南投县立委 他曾经多次的阻挠台湾的军构和军备的 比方讲 有人统计他阻挠了50几次国防预算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他最近被起诉了 刑事起诉以外患罪 当然还没定验嘛 那么这个外患罪呢 主要就是毛文军 作为立法院国防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他把掌握的台湾国军 海军的潜见国造的相关的资讯 因为其中是通过韩国一些退役的 军这个技术人员来帮做一些帮助 把这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南韩 驻台湾的代表处 导致这些为台湾帮忙 加强国防的韩国技术人员 被韩国政府不得不处理 那当时还是在韩国上任总统 文在寅的时代 文在寅亲中 所以他怕中国给他压力 所以他就把这些帮台湾军 建造潜见的韩国技术人员全部抓了 你看这件事很明显的就是 代表国民党立场的做法 因为国民党从来没有谴责过马文军 相反现在的国民党候选人 包括排名第一的不分区立委韩国瑜 都到南头去支持马文军为他站台 那这也是一种立场 行动的表示表明什么 国民党嘴上说要维持两个现状 实际上希望削弱台湾的国防 为中共将来要是想要武力攻台的时候创造条件 仅仅这两个行动你就能看出一个基本的端倪来 就是国民党言行矛盾 实际上他不想维持两岸现状 他在为毁灭两岸现状创造条件 对这个就是马英九上台的时候也提到过 不同不独不武 就是感觉好像也是维持现状的意思 但是实际上就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 确实是中共对台湾的渗透特别的厉害 就刚才您提到的很多渗透都是发生在马英九执政期间 包括我们以前谈到过中共对台湾媒体的渗透 包括这个旺旺去买这些媒体 都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 包括对军队的渗透等等 当然蔡英文其实执政八年的时候 中共也会想方设法渗透民进党 这是中共本性决定的 就是不管谁执政 中共都是在企图改变现状 不管是从经历上绑定也好 然后还是在这个军事上威胁也好 或者是说通过情报方面的搜集和渗透也好 现在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对台政策 现在是由王沪宁在炒刀 而且是中共国安部在介入 就已经不是在国台办在管这个事情了 一系列的政策似乎明显感到 中共还是希望国民党能赢 就是我想讲三个事 第一个事情就是 郭台铭当时出来参选的时候 因为会分这个蓝营的票 就是让国民党更难赢 所以这个中共那边的话 就搞这个对富士康集团来查税 这是中共这边的媒体 环球时报直接报的 税务用地等方面进行急查 那么这个背后呢 就是搞急查的这部分 就不是国台办在操刀了 这就是国安部 由这个中央政法委书记 陈文青是直接下令 然后呢指挥这个国务院的部委来执行的 这是一个事儿 就感觉好像中共不希望 国台铭去分蓝营的票 第二个事情就是 这个中共 就是自由亚洲的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说 这个中共为了介入台湾2024年大选 就是搞了一种叫做省市对口的这种认领模式 点对点的去拉拢台湾的县市村长 包括里长到这个大陆那边去接受统战的招待 那其中就提到 比如说山东省是负责新北市的 广西省是负责花莲的 北市是由上海对口的 安徽省负责基隆 北京台湾锁定高雄 武汉对应苗栗等等 就是重庆专门去负责张化和南投 就是点对点的 你负责把那些人接到大陆去 给他们好吃好喝好招待 现在据说是已经有上千名的村长里长 被安排到中国接受统战招待 然后对他们进行洗脑加强两岸一家亲 然后还说这次大选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等等 这方面的东西 这个也是中共通过这种方式拉拢 他希望蓝莹赢的一个标志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 柯文哲前段时间爆料 说有人开两亿美元的价格 让他当这个胡有余的副手 这样的话等于是能够仍然把国民党扶上马 但柯文哲就是拒绝提供说 这个进一步的信息了 到底是谁花两亿美元 就是看起来好像在三个政党的候选人中 中共就是最希望国民党能赢 但是他这么做的话 对国民党没什么好处 感觉好像中共经常在选战期间帮到忙 不管是武力威胁也好 或者是说比如说这种拉拢也好 这感觉好像其实是对国民党没有什么好处的 您觉得这种明明是已经失败的这些策略的话 为什么还要反复使用呢 我倒不觉得中共对国民党的统战是失败的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国民党高层 包括现在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还有主席朱立伦 我刚才前面讲了国民党内发生的很多事情 都是国民党高层默许的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是高层主导的 没有证据 但我至少说是默许的 比方讲刚才提到南投的立委马文军 他干的这个事在任何国家都属于叛国罪 台湾用外患罪 因为对岸不能用国的这个模式去思考 但是这种做法难道不应该被国民党高层 开除党籍吗 对 国民党高层没有啊 连谴责都没有啊 不但不谴责我们还支持他 那说明什么 国民党高层是亲中的 所以虽然国民党内部有一部分是反共 但是反共的这些人 很多人都还是两讲时代慢慢积累起来的很多这种价值观 他们没有改变 然后在这种价值观引导下 第二代的外省很多人呢 观念仍然保持了反共的这个立场 但同时也在开始希望维持两岸现状 维护台澎金瓦中华民国 就是说中华民国它的领土 其实事实上并不及大陆了 就中华民国政府它的治权 统治权已经不涵盖大陆 我注意到比方讲 有一位装甲兵的旅长 少将于北成先生 他原来是国民党的 这个桃源县党部的主委 然后后来国民党不喜欢他的独立自己的看法 然后就把他撤了 然后于北成将军 现在也是属于台湾的政论节目的名嘴 他就是很典型的坚持反共 同时爱护守卫中华民国 台澎金马的这么一个立场 这样的人有很多 尤其是外省的第二代第三代 越年轻越容易接受这个 为守护台湾金马这个立场 但是是不是反共这事就不好说了 很可能那个80岁90岁的外省老兵 老荣民们他们现在还是那个讲书外 就两讲时代灌输的 但是中年以下反共的不那么多 倒是民进党里面可能多一些 因此国民党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 还有一部分我要再讲的 就是国民党里面还有一批黑道 黑金就是1996年以后 李登辉当选总统当时希望把台湾 国民党由这个外省人第一代 第二代为主干的这种架构 变成说能够在地化 也就是变成中华民国在台湾 那么这种做法的结果 最后客观的造成一个效果 就是很多地方势力 为了利用官方的背景和势力 因为国民党过去跟中共也有点像 垄断了很多事业 也垄断了大批的土地 那么在地方上你要发财 就要利用这些官场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开始竞选立委 然后国民党在地化的结果是 又造成了国民党里面还有一派 地方人士是不干不净的 你想现在国民党有几个县的地方的 这个势力是在支持郭台铭的 那这几个人什么盐框横之类 他们都是有案底的 就有的甚至是坐过牢的 就是因为经济部分黑金等等 犯罪而坐牢的 刑办释放以后 国民党仍然把他们都吸收起来了 那这次我看到前今天的自由时报 还报道有一个地方的议员的 就立法委员的国民党候选人 他可能就疑似啊 这个媒体的报道说 他们家就是属于黑道第一代 或者说黑道第二代 就是搞这个黑道的赌博啊等等等等 而且是贩毒的 因为他的他家的赌场里头 多收过 收出出来四十多起的这个毒品 那么像这样的人 国民党并不想把他们都清干净 民进党是非常彻底的 把这些有任何嫌疑 哪怕不是黑道 哪怕民进党做到 连me too都不可以 比方讲 凡是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 只要有一点点 这个可能涉及 比方讲这个女性关系不太正常 等等那是民进党一概都清除 要保持干净 要干净的民进党 那国民党就不同了 国民党是为了能够维持他选票 那这种人是一概网罗 侯友宜作为总统候选人 他在选前是一再地讲他是警察出身 绝不宽容黑金 可是到今天 他在一起站台的都是黑金 很多都是黑金 就他早就为了选票 这就我讲国民党有很多做法 现在这个口是心非的很厉害 不光像这个副总统候选人那样 这个前后来回编导的立场 就180度掉头又掉头 那实际上侯友宜也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和民进党对中共的这个渗透 要中共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渗透的强度 是不一样 换句话讲 就两个党接受中共渗透的能程度也不一样 国民党是基本开放 那马英九不就去了中国吗 对 他也不敢挥着中华民国的旗子 也不敢带一个中华民国的徽章 然后这个到中国以后到处点头哈腰 这种感觉是让人觉得很奇怪 因为马英九当年曾经讲过 就是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 就是感觉好像他当时是相当有这种反共的理念的 这次感觉好像 你讲到这一点我自己有青春体会 1990年夏天的时候我去台湾 和马英九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当时马英九装得很依奉此言的 所以当时我也不觉得他是真的是装啊 但现在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人家已经脑子里没有 没有90年的时候对中共这个 六四屠杀的义愤彻底消失了 现在坐一趟高铁他就赞美高铁 中国的高铁说多美多好啊 多先进啊 比我们台湾快啊 问题是中国的高铁全是赔钱的 没有一条赚钱的 现在 这他他就假装不知道了 我铁定就是你的支持者 我不问你的什么政策 是可能对这个民进党执政这八年当中的政策 有各种具体的不满 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这一部分人现在也有一些人是投到蓝营去的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 说家里的双方长 就是一个小家庭夫妻两个人 双方的家长中有蓝营的支持者 他们可能会为了维持家庭关系 就顺从家长的意见跟着投票 比方家长如果是挺蓝的 那这个儿女要不挺蓝就会吵架 那么很多人就不想吵架 我就投了算了 有这种情况 那么最后我还要回来讲 那个就是现在国民党想吸收的年轻票 因为国民党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光是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太老 还有一个老就是铁蓝的成员偏老 对 所以七八十岁八九十岁都是常见的事 那么年轻人现在转向蓝营也是有些原因的 就是赖清德他现在是还是现任副总统 所以他在选举上天然有一个弱势 就是说 执政包袱是吧 对所谓的执政包袱严格来讲很简单 就是说执政党在位的时候 民主国家在野的政治势力和民众 当然会对政府有各种挑剔 疫情不好 疫情造成生意不好 赚钱少了 他会怪政府 你这个做不好 那个做不好 那么另一方面台商跑到中国去了 把就业机会资金都带走了 当然影响台湾的这个生计 那也因此台湾很多年轻人 这个月薪三万块台币 这已经维持很多年了 但是年轻人他不会去关心去说台商 因为说不定他们家人就是台商 但是他把这个过错全部怪到执政党头上 怪到民进党头上 虽然民进党并不赞成这样做 但没有用 那么再有很多其他原因 其结果就是说赖清德作为现任副总统 他没有办法批评民进党执政期间的一些没有做到的地方 他也没有办法去为了自己选举的顺利 去迎合民间对政府的政策的不满 所以他就显得比较吃亏 那么对政策不满的人就很自然会去投国民党 这也是国民党能有三成票的原因 对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国民党这边咱们刚才谈了很多 就是他很容易被中共渗透 至少在事实上在马英九执政期间被渗透的很厉害 就他包括在经济上也比较 在ACFA都是比较偏向于大陆的 那那个民进党的话呢 现在明显就是说比较亲美 而且特别是现在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金额 已经超过了对大陆的这个贸易金额 就在经济上的话 其实台湾已经更偏向美国了 那这个像柯文哲就提到说 这个大国等据 就感觉好像我既不亲美也不亲中 就是在美中之间搞这种平衡 您觉得在这个美中之间 能够真的找到这么一个平衡点吗 那是胡说八道 美和中不是双方要攻打台湾的 只有一个国家要攻打台湾 中共啊 美国是想保护台湾 不被中共攻打 这个时候 你作为台湾的任何政治势力 你要提出了我保持均衡 这什么意思 就好比说我们家来了一个暴徒 拿着枪拿着刀 要砸门闯进来抢我们家 然后警察到场了 然后你作为屋主要被威胁 你说警方还暴徒 你们俩我保持中立啊 我不谴责警察 我也不谴责暴徒啊 你们俩自己看着办 你们和平好不好 你觉得这第一是愚蠢吧 第二呢你不是在坑自己吧 所以柯文哲的立场是为了骗票 所以我觉得如果讲民众党 现在我从来没有认真的看待民众党 原因是民众党是一人正当 而一人正当这个主席柯文哲 准确的讲是个骗子 政治骗子 他就没有什么话是真的 就算他认为他讲的是真的话 他也可以立刻出尔反尔的 在这点上 他和国民党也有相似的地方 我举一个例子 柯文哲曾经有一句名言 说国民党是蚊子蟑螂 就把国民党比喻为蚊子蟑螂 都烂到这个程度都是蟑螂了 说完没多久 他就和国民党握手 然后说我们蓝白河吧 一块选 咱们共同来对付民进党 您说这个柯文哲 他是什么玩意儿 救个政治骗子 只有政治骗子才会这么说 比较可惜的就是 政治骗子在台湾 现在还是蛮大行其道 他现在民调好像也调得很厉害 好像是 是调得很厉害 因为越来他这个骗子的本色 被人看穿了 每天一张嘴就会有骗子 像个骗子 是不是因为蓝绿的媒体 都会攻击他 所以他就比较难过 他也没有自己发声的那种 专门属于支持民众党的媒体 是吧 不是正好相反 蓝绿都有自己的媒体 但是传统媒体包裹电视报纸 现在在年轻人当中已经是 这个观众 读者很少了 没人看了 年轻人你找一个看报纸的恐怕没有了 都是退休的老人们坐在家里看报纸的 所以报纸影响力越来越弱 然后电视的收视率也越来越低 也是老人每天没事干坐在那里 就这个台转到那个台 所以调查电视的收视率 那十有八九那都是老头和太太 那么年轻一代40岁以下的 他们是看什么呢 看抖音 抖音是中共 抖音上是不会让支持绿营的新闻啊 政治评论啊在抖音上出来的 所以看多了以后 你很自然就看到的都是挺中共的 挺蓝营的 那么柯文哲的这个原来的支持者 主要是40岁以下 40岁以上很少 那么现在就是柯文哲这个面目 不断被戳穿了 结果就是说年轻人当中 特别是29岁 就30岁到40岁的这一代人 这个群体的人跑得最多 你底下再年轻的人也在跑 OK 那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台湾呢 不管是这个独立 如果假如说台湾想真的独立 中华民国独立的话 就会被大陆这种武装入侵 大陆应该基本上来讲 台湾只要宣布独立 大陆的军队就会过来 但是呢就是说 如果要是维持现状的话 感觉好像也很难维持 因为习近平也讲 就是说台湾的这种现状 不能够永远这样持续下去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随着刚才您提到的 就是随着这个支持国民党的人 年龄不断的这些人 年龄越来越大 一代一代的凋谢 那国民党感觉好像是 变得特别的没有前途 我们当然只是在这个逻辑上 这样分析一下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说 台湾如果因为大陆 是一个共产党政权 所以你想脱开它独立的话 有可能会被打 那如果你要跟它合并的话呢 你要搞统一的话 你自己的自由就没有了 所以好像不管是 是统是独 对于这个台湾来说 都是没有出路的 那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 如果台湾能够积极地帮助 大陆走向民主化 那这样的话 台湾不管是统是独 都会比较安全 台湾人他们会有这种 不管是胸怀也好 或者是这种远见也好 他们会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如果能够帮助中国民主化 我想台湾会有很多人愿意去做 因为对台湾有好处 但问题是 中共让你做吗 台湾不是最近有几位 刚被中共释放回来的囚徒 台湾的非民间组织的成员 到中国去关心一下人权 中共就把他抓了 说是间谍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台湾人 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或者政治转变的责任 放在台湾人身上 台湾人没有这个责任的 就是中国的民主化 中国的政治转型 前提是中共越来越弱 但弱了以后 不等于说 凡是共产党国家 只要政治转型 共产党垮了 就一定是民主化了 我研究共产党国家转型 我知道 这种可能性 大概不超过20% 80%的可能 是威权重新转世 普京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实际上 共产党大国 这个政治转型有三条路 一条是中欧模式 那是很少数的国家 有特殊的条件 中国不具备 第二个是俄国模式 就今天的普京 人家也80%名义 那个真的假的 他们不管 他反正是俄罗斯人 现在并没有掀起 推翻普京的浪潮 都被镇压了 你要是反对党负责人 你就等着在牢里死掉 那再一个就是中国模式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也不认为说 台湾人把中国民主化 当作一个政治追求 是一个现实的考量 因为那个问题根本就不是台湾人能够处理的良事 准确讲中国大部分民众也处理不了 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还是红色价值观 还是共产党的 不洗掉这些东西 中国人摆脱不了专制 无非把信息换成别的 换成一个姓毛的 姓周的 姓张的 所以我不觉得台湾应该太多的去谈什么推动中国民主化 台湾应该更关心的是保护好自己不受中共专制的渗透 还有不受中共专制的威胁 加强国防 巩固自己的安全 对 其实像台湾 就是哪怕是国民党 像朱一伦在2020年的时候 也曾经说过说要坚持蒋经国的路线 基本不能丢 要欺美反共 但是后来他也不大说这个反共的这个事了 就感觉好像 国民党 如果美国的态度非常的明确 而且非常的坚决的话 感觉国民党也不大可能 真的就完全倒向共产党那一边 因为这个对美国来说 台湾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是绝对不能够丢掉的 其实我觉得我记得在20 就是应该是疫情以前的事情了 当时这个台湾曾经有一个人 应该是从香港 从中国大陆跑到香港 从香港跑到台湾 然后希望台湾能够给他政治庇护 当时台湾政府就很犹豫 觉得庇护了这个人呢 就有可能对台湾造成这个什么威胁 因为中共会不高兴嘛 后来美国有个国会议员 就给台湾政府写了一封信 他说如果台湾竟然把反共的人 就是直接递解回大陆的话 那么台湾也变成了一个威权的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呢是没有必要去支持台湾 后来台湾人看到这个政府 看到这个信之后 后来还把那个人留下来了 关于这一点我的看法不同 我不觉得台湾的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处理这件事 有处理的过头的 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 中国人口太多的想跑出来 到外国去谋生 那么这种情况下台湾离中国这么近 语言又相通 如果说台湾把这个门开得很宽的话 那可能每天都有几百个上千个 到台湾政治避难说我翻功啊 我还在台湾就业了 我还在台湾领社会福利 那台湾是个小小的岛国 2000多万人 他容纳不了2000万中国人到台湾去混 为什么太阳花学院会反福贸 这也是为什么国民党前几天 刚刚提出来要恢复中共提出来的 福贸协议 就是台湾要开放中国人到台湾就业 然后国民党前几天刚提过 然后一转眼又说我们那个不干了 那个影响太坏 就社会反弹很厉害 因为台湾人都很清楚 台湾人在台湾谋生并不容易 到中国去谋生 现在将会越来越难 这种时候台湾如果再开放什么 人口的自由流动 那就台湾就完了 对这个理解 对这个非常是这样的 而且很多中共的特务 他会冒充这种反共人士 跑到台湾来 然后慢慢就在台湾 就渗透渗透进来了 讲老实话 反共这个词 你只能看这个人的做法 不能靠他一句声明 我们在美国看到的 号称反共的人多了去了 那现在回中国的人也不少 他照样受中国欢迎 我举个例子 六四镇压当中 名列冲击犯第二的理路 人家现在就两岸 在美国和中国之间 跑得欢得很难 人民日报还报道 为什么 他可能本来 他本来就不是巴菲特的人 他可能是军方情报部门的人 当年就是卧底打尽血运 所以讲着这个反共 这边棋子 是没办法识别的 你得看他真正这个人的行为 对 其实刚才咱们讲到这个两岸关系 就是咱们讲到这个 柯文哲是比较模糊 然后您对这个非常不以为然 对两岸政策 这个柯文哲的模糊 然后刚才提到这个国民党呢 就是被中共渗透的很厉害 民进党呢 好像现在也因为一个主张嘛 就是被批评就是去中国化的问题 我就觉得台湾很多的政党 它也很难区分出中共 中共政权和中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 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美国这边就 美国的国会议员 他们就非常清楚 他们每次都在讲说 我们不是针对中国人民 我们是针对中共的 这样的话 我觉得在中国能够得到的 这个受到的这个民意反弹 可能就会比较小 那现在民进党的这种去中国化呢 就是记得以前余英史教授曾经讲过说 他说我也不希望台湾人 拼命把台湾两个字做文章 越去中国化 其实越为共产党民族主义铺路 那这个就是如果你越去中国化 中共就会用民族主义的话 反正更把台湾当成一个 他们更大的一个敌人了 这方面您觉得 就是两岸是不是还是应该在 这个文化上的话 仍然能够继承这种同温同种 能够继承这样的文化 当然在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之间 能够做一个明确的区分比较好 我觉得有一个明确区分比较好 比方讲最近台湾这个台湾北英语的 一个老师欧老师跑出来 说这个民国108年课纲 就是教育部的那个中学教材的一个大纲 说这个里面删掉了顾炎武的一篇 关于廉耻的文章 说影响了学生的这个 离异廉耻的教育 这句话当然是胡扯了 那马文君没上过那课吗 他年纪大呀 五十几岁了 他有廉耻吗 没有吧 那马英九你说他真有廉耻吗 也难说啊 所以廉耻跟那门课有没有上 没关系的第一 第二 那课刚是参考 台湾和中国不一样 那教育部并没有规定说指定教材 教材也不是哪一个政党管的 那出版商自己编的 然后老师随便可以选用任何一种 这个出版界出版的教材 所以问题在于台湾其实 在国文教学方面是优于大陆的 所以这位欧老师讲说是这个 也不利于两岸的什么文化等等 那更是胡扯 如果你现在从中国低落了一个中学生 到台湾来 你让他用台湾学校毕业的中学毕业 高中毕业的中学生 你让他两个人同样写一篇 我不说古文不用了 我就说你用写篇公文 写篇公罕 你看两边写出什么样 连写封家姓两边的文化差异就出来了 中国的古文教育还不如台湾呢 所以不是现在台湾需要向中国学 台湾可以完全保留自己的文化 而且应该讲这么多年下来 台湾早就形成了所谓的台派文化 所以我觉得在文化层面上 两岸融合也是不必要的 相反没有必要去融合中共 现在的任何文化 从政治洗脑到政治压抑 到政治犬儒主义 这都是中国的文化 这种文化形态台湾喜欢吗 台湾需要吗 当然不需要 传统的还是需要 对传统的文化还是应该需要的 传统文化本来在台湾就有 不需要从中国继承的 传统文化是被中共消灭的对象 经过文化以后 中国传统文化不胜多少 我记得有一回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回我收到一个台湾政府的公函 结果我回不了信 因为我也是大陆教育出来的 那公函我要用对等的半文言的语气来写 我没受过那个教 在中国没有过 我大学在中国研究所毕业了 我仍然不会 所以我请教了一位北大的教授 在这边做访问学者的 他跟我讲说 哎呀这个事儿你得去找一本尺读来读 我为此专门找到台湾的朋友问 有没有尺读 结果他说台湾大学的公共行政的科系里头 用的教材里有一本就类似于这个东西 尺读 尺读是大清朝的东西 是教你怎么写公文的 也教你怎么用传统中华文明的文笔和文字 来礼貌地表达对对方的敬重和尊敬 还有怎么样礼貌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些我们中国大陆出生的人 根本就不会呀 所以我有一种惭愧感 我到台湾去见到文化界人士 我也是会有种惭愧感 就是用中文写作 我不如台湾人 这种情况下你让台湾人去融合什么中国的文化 对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两人可能把中国文化定义的不一样 我说中国文化只是一种传统的文化 不是现在中共的这种文化 我讲的刚才那些就是传统文化 对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肖美琴其实回答这个问题挺漂亮的 他说其实真正去中国化的是中国共产党 把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把这个中国的文化都给毁掉了 没错没错 是 而且现在中国学校里教的也都是去中国化的 就去传统中国化的那些个政治文化 对共产党那一套东西 政治洗脑宣传 那都是去中国化的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就是说虽然这个在蓝白包括绿营 他们在很多的表述上 比如说他们也可能会有人说亲美 有人会说这个保持现状 这个要加强台湾军力等等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政党还是得听其言观其行 就是不能只看他们表面在讲什么 所以在实际上我觉得在投票的时候 还要看一看他们两岸实际上在过去的执政期间 他们到底采取的政策是有利于保护台湾的安全 还是对台湾造成的更大的伤害 今天很高兴请来程晓农博士 给我们讲因为台湾的这个生态 政治生态我确实不太懂 包括台湾自己的这些历史严格 包括他的一些就是刚才您讲到的 这个蓝莹也分成很多种 包括他们的这个家族 对他们的这个政治观念的影响等等 那今天呢就聊到这了 非常感谢程晓农博士 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叫做台湾大选 2024牵动世界格局的选举 因为这个选举确实是牵动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就是台湾如果真的是被中共吞并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都是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话 都会产生很大的威胁和很大的震动 那么这个大选呢再过不到一个月就要投票了 我们这个节目是每两周一次 那么两周之后的话呢 我们会专门请了一位在自媒体界的新锐啊 他们采访了一些在美国的政要啊 看看他们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非常感谢程晓农博士啊 这个咱们就下一次再见啊 谢谢您 谢谢 谢谢钱亮 谢谢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